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第四海文集 歡迎大家收聽南風槍 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爆食啦 有尼迪亞聲和唐水 大家好 今天原本是更新的敘利亞難民消息 因為上星期說敘利亞難民 但是說了本土抗爭 然後說尼迪派和本土派在吵架 基本上是沒什麼說難民 沒有說過敘利亞的 其實也沒什麼說過敘利亞的 沒有說過德國的 很少說了 待會就說一下 但其實說完之前 我今天看了一段新聞 其實我很生氣 因為我覺得香港已經搞到這個地步 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又是這個張曉明 他今天就在一個基本法的 頒布25周年的研討會裡面說 他說特首權力不是限於領導特區政府 而是有雙首長的身份 是在中央政府之下 特區三權之上 建立了一個連結樞樓的作用 然後還說香港不是搞三權分立 因為三權分立是主權國家 但是香港只是一個地方政權 所以三權分立只是對香港來搞一個參考價值 他就說 基本上就說行政、立法、司法 這三樣東西 這個六八九有特首 是凌駕於香港政府這三樣東西身上 我看完這件事之後 我真的超生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反應 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因為張曉明還說 他知道這些言論會引起爭議 但也要說出來 因為這個是表明態度 我就說其實 中聯辦主任 我不知道他們的職責是什麼 但基本上 這個說得不錯 他做什麼 他真的告訴你 其實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聽 他是有這個實權 他說完這句之後 就是成為實事 一定還是 他只不過是一個旁觀者看球 然後說 其實特首應該在三權之上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這件事走了很久 你不知道嗎 我想確認一下 他就說 香港是地方政府 不是主權國家 三權分立是為主權國家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我有兩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就是 為什麼他可以 好像Tree根那樣說 這麼明張目彈 這樣說出來 這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張曉明 可能有幾個反應 香港人 為什麼 我很生氣 我看到好像沒有人有反應 他說完這件事之後 又沒有人有反應 你看看黃外基 黃外基那件事 明明是跟蹤程序做批賽 他一個人硬爛了 我們 常常說 口口聲聲說 按照《基本法》 按照《基本法》 《基本法》 有寫明說 特首是 在中央之下 特區三權之上 沒有的 他講的 他講的就是 他點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 香港到底是不是 一個主權國家 是不是一個主權 有主權的地方 基本法說 香港是有的 他除了外交和軍事之外 他現在說 香港沒有 如果香港沒有 就是說 香港不應該有自己的奧運代表隊 香港 足球隊 對 足球隊 美國應該取消《香港特別法》 即是 有很多事要 他應該通知國際社會 這方面 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 究竟我們應該怎麼剔足 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 我不明白 香港人 你們不出聲 或者聽完之後 沒什麼反應 你是默認了這件事是事實 但是 第二件事 或者你跟我說 張曉明其實都是廢話的 這傢伙是廢話的 所以不需要理會他 不是 走很久了 這套東西已經 一個人看幾片想走很久了 只不過 就是 皇帝的新衣 講穿出來的 我覺得這樣 其實一直都是 拖到去年取消了 一個兩屆 就是他否定了中英聯合聲明 還有 我告訴你 以後你都不會有得 普選特首和立法會 其實是去年取消了 接著就是一團 一團法律 現在就是一團 一團憲證 一團 那為什麼高度自治 基本上我們常常說 沒有啊 講人自廣 講什麼 沒理由 我覺得他們都不說 都不說 沒有啊 根本 香港二死 我 即是說我悲觀也好 很虛弱也好 我覺得香港沒有了 根本就是一個兒子 現在根本就是一個兒子 講到尾就是 張曉明講完話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跟他解話 OK 劉兆佳已經立即出來說 其實呢 我想他的意思 他強調 即是特首不 可能可以受到司法和立法制行 即是他基本上 即是他基本上 剛才張曉明就說 即是特首這個 是在三權之上 的中央之下 即是 即是這件事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特首就是 一個皇帝 這些法律 基本上是不可以 即是或者是香港的法律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制行到 這個皇帝 這樣 都很恐怖啊 現在去到這種地步 但是不一向都是這樣 好像是這樣 好像是這樣已經很久了 是回事的 那你說他之前就說 僭建啊 接著 接著 收授五千萬的利益 這樣 現在好像沒有那件事 所以 可能張曉明說的話 是對的 另一邊相 我想說就是 他剛才說了一點點 就是他點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 你今時今日 你應該說清楚 到底香港是應該怎樣 到底是 如果你真的 覺得香港是一個地方政府的 那 大家各有打算 等於香港的房子 是深圳的房子而已 剛才說的 你香港特別法 一定要去取消 你去美國 你不可以 香港的 那些財政司 不可以去什麼東盟 那些特首 不可以去什麼東盟會議 跟習近平站在一起 你不應該在聯合國有代表 香港的外匯儲備 你地方政府沒有理由 拿那麼多外匯儲備 應該交給中央政府 有很多事情 那你應該說清楚 那些事情 你一直問他 一直說 不要緊 我時覺得好的 你說到 當然 你做到很明顯 你說到現在 你說到出面了 OK 其實 大家都不需要再 有什麼 顧忌 因為這個事實的時候 那可以怎樣呢 你不可以做信民 不可以做暴民 不可以做難民 其實所有問題 歸根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 到底香港人 他想做香港人 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他想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這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 這純粹是一個選擇 但是你選擇了 你就要 如果你是選擇做香港人的話 就好像我們之前說過 譬如我們選擇做澳洲人 如果有一天澳洲和中國打仗 那我們可能會有另一個難題 我們人生裏面 究竟是要打大陸 或者是維護澳洲國家的安全 香港人一樣 你如果選擇做香港人的話 那你一定要反抗 如果我不反抗 我選擇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那你就做 那你就做剛才那些事情 就會發生 之餘 你的命運 就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 連在一起 講完講完其實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現在這件事 很多人說 不是這樣 又不是這樣 就是 很多人固存自己的利益 又切割了一些理論 然後又 固了一個言他 又行不行不行不行 做這個不做這個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你界定清楚 那個主權 就很清楚 到底應該是怎樣 其實都鑑定清楚 現在都說到這樣 還不夠清楚 不是啊 那他又 他又不見他 真的 真的做出來 那他不叫美國去取消 他贊不贊成美國去取消 香港特別化呢 如果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可以問他 這些事 可以問他 你快點做 快點做 我覺得 香港人不要再在想了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如果有香港人 看一看啦 給點時間啦 或者會變呢 或者會怎樣 或者說民主已經進步著 會慢慢走前一步呢 就是國家都很進步 或者慢慢已經進步了 開放啦 就是不要等啦 就是要不大家決定 大家make a decision OK 然後你就按著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這個決定 就做行動 OK 要不就完全投入建制 要不就申請移民啦 就是阿魯阿圖都去啦 就是香港已經 就是這個地步了 算了 我們放下他不說 澳洲有些新消息 自從我們上一集 講了這個 敘利亞難民問題的時候 這個星期也有新消息 就是看見 Tony Abbott 就是他們會去 可能有機會 澳洲會接收 多過12000個的 這個聚利亞難民 嗯 你們怎麼看呢 阿尼地亞聲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沒有啊 這些都是國際社會 被人收資收了的啦 還有沒有啊 澳洲這屆政府很明顯 在聯合國 扮演一個很主動性的角色 我們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面 是主席啦 那看過政府的趨勢 其實在外交上都是 比較活動的角色 那所以 他說要收一些 我都是意料中事的 不過老實實 像正式收一些算啦 因為這些東西 新高皇帝遠隔這麼遠 就是 歐洲沒得說 你不收 他都會湧入你嘛 那澳洲要收一些 像正式收一些 不過我想 就是澳洲人口的話 一兩萬應該沒有問題吧 其實都引起了幾多問題 因為呢 我記得我們上一集 我們都有探討過一點點 就是說 我們已經有人 是起身反對 很明顯的 第一個就是Pauline Hanson OK 我想有其他 都有很多人 去提起一些關心 就是說 比如說經濟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 這個東西會 比如說加重了 澳洲國民的經濟負擔 或者是我們的稅項裡面 也都會 多了很多Levy 去照顧一班難民 很少了 萬二其實 是 0.05% 這樣而已 人口增加 是啊 我始終 當然我都是不同意啦 但是 如果你問我 不同意什麼 所以再說一次 你不同意什麼 就是我現在在說這件事情 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這個觀點 但是其實 其實我覺得是 非常確實的 就是說 你一個移民的國家 或者城市 絕對那個發展 是會比一個封閉的國家 或者城市 因為你 尤其是你澳洲人口 路發得這麼厲害 其實你收難民 其實對那個國家 出現來說絕對是好事 那當然有人說 大哥 你說有所謂恐怖分子 那當然有人說 其實很老實說 澳洲 你隨便說 你有多少人 真的 極盡 可能你收十個 穆斯林 可能他有一個 或者兩個 那就沒得好說 那些 就算你收什麼國家的人 都會有些人說犯罪 那 我覺得那件事情 如果 你 如果 你 你 一樣 就是 我對國家長卷的經濟發展 是會好的 一樣 可能 你短期 可能 你會加重了公共福利的負擔 或者 你可能 有些風險 可能 會增加了 即是 本土 的恐怖襲擊 即是 本土 培植出來的恐怖襲擊 你如果這樣看的話 我會覺得 你是要有些本土的 說些本土 恐怖襲擊 你用我的Terms 我知道 我知道 即是 我們叫 Home-grown Terrorist 即是 在這裡 培植 即是在這裡讀Terms 掌握 所以 我覺得你始終是 你收一點 其實對澳洲來說 也有助手 我留意到 近期的評論 就是 有些人笑 德國就說 你收了 你搞錯 你去買東西 那我自己的看法 怎樣說 你怎樣都要解決 其實澳洲最大的問題 現在澳洲最緊大樓的問題 其實不是其他問題 最簡單的就是 人口浪化 你看回Terms 人口浪化得很厲害 你 這個是不是 Official Official 你可以上網看到 上網看那個 好像不知 Terms 你上網搜尋 看到人口浪化得很厲害 你看到人口浪化得很厲害 你三 講的是 20年 30年之後 你一個人要 支持 4個的Pension 是 那你怎樣定 你怎樣定 所以澳洲根本上 沒有不接受移民的本錢 只不過 你可以選擇收什麼移民 而其實 大家都知道 澳洲 如果你要收的話 你就是會收很多Asian 收很多Chinese 主要其實是收Chinese 因為中國人口多 但是你盡量 你盡量 做到Demographic 就是 就不要 批評在哪裏 基本上 澳洲 是沒有 不收移民的本錢的 只不過你收什麼移民 你就可能 現在還可以選擇 收下什麼人 那這次既然 有人道災難 那你收些難民的 我覺得 沒有口非的 有些回應 之前阿Sam 你也有說過 就是 對長遠經濟效益 可能對澳洲來說 是有幫助的 但是 另一方面 其實 最近的新聞 都有說的 陸陸續續 開始 一些事情爆出來 就是 譬如 之前我們有說過 轟動全世界的一張照片 就是 敘里亞的三歲小孩 屍體在土耳其的海灘上面 那張照片 其實現在的情況就是 原來 他的家人 就發覺 他唯一生患的就是他爸爸 那他爸爸 原來就是被人發現 就是那個 偷幻人蛇的 Human Smuggler 他就是那個蛇頭 原來就被人發現了 這個東西 第二個 被人發現 就是現在開始 陸陸續續 有很多假的 假裝在這個 敘里亞的難民 去嘗試用不同的方法 去湧入去德國 或者是歐洲 不同的地方 ISIS 還有報導說 ISIS 它說 有6000個 已經 假裝在這個 敘里亞難民 去不同的歐洲國家 滲進去 那其實 無可否認 這件事情 正正實實 會對國家安全 受到極大威脅 而這件事情 如果 澳洲收12000個 你說 好啦 收12000個 十個有一個會做壞事 那都很大劑 那基本上 你現在就跟 一些 國民說 我現在就沒有辦法了 我要收12000個難民 但是可能 十個裡面有一個 就會是ISIS的 這樣 那真的不行的 那又 可不可以用 這麼偉大大愛 或者說普世價值去 但是另一邊 是對國家絕對受到嚴重的威脅呢 我又有些搖動 這件事上面 就是這樣說 首先就是 阿Sam說的那些 首先你 澳洲是不能不參與的 當你這個 國際社會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澳洲是不能 你一定要做的 基本上是 你是不是這個國際社會的部分 是不是西方世界 你是不是還在領導這個世界 這個群體的部分呢 那不是 基本上 如果你覺得你還是 其實你應該要做 但是你說 其實你想想 如果 他收12000人 他現在來了嗎 不是的 第一收容 如果你不是第一收容 你當然是查他 查他 早中18代才會來的 這是第二點 還有我想說 如果管理這個人道精神 就是 其實你就是 其實我覺得 這次說的 就是 你看到那個人 就不用救他 那你現在 譬如說 10個人 你現在不是的 你可能這樣 1000個人就死 那有一個是恐怖分子的 你是不是 為了一個人 而犧牲另外 9999個人 那不是的 那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 救他們的心態 就是 你修他們的心態 你以為你是救他們的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修他們的 那還有 你是不是真的 那麼怕ISIS 現在 ISIS這件事 是周圍都是的 那 自己澳洲都有 自己澳洲 也有 土生土長的 走過去 說回來 就是 我們說到 我們的政府很強硬 我說要去 保護我們的 什麼保護我們 就是 好像一個強人 其實我覺得 反過來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 巴里天使 那時候 是 我們是跟人說 我們是跟人說 就是 你這些不是強硬 其實 你這麼怕ISIS 是顯出你的恐懼 就是 澳洲人這麼軟弱 另外 再說 再推 還有一點就是 說真的 如果 你那 一萬二千人來到澳洲生活 就是他可以在這裡生活 他都要去 他都要去 ISIS的 那是不是有些問題 其實到最終 你是要 爭取你的想法 你到底是不是 有些更好的 提供給 ISIS的人 如果他來到這裡生活 都要去做 是 有些問題 我覺得 因為 有一個 宗教價值 在裡面 他不會看你 沒有說 他超然 他都做得恐怖分子 他 不是 用一個世界的人 想法 方式想法 死了 也有些處女 在等著他 剛才我剛才說 收就 一定要收一點 收多 收少 你剛才說 那個 孩子的 爸爸 是人 是蛇頭 那就是 那個孩子的爸爸 是英雄 因為他帶領 他的 同鄉 逃離 這個 逃避戰火 逃離ISIS的魔掌 其實是英雄 收錢的 收錢 我又想知道 究竟有多少人 給得起錢 在那個環境 收錢 我覺得收回一些 居馬費都很應該的 喂 大哥 我要安排一條船 大哥 又要move這麼多人 那我覺得收回一些管理費都很應該 你都要 你都要 疏通一下 還要安排一條船 還要給船家 做一下 logistic 我覺得 他不是船家 現在正在說 他不是船家 那我想 他的船都沒有了 那 即 我覺得 這些 不是 來的 究竟 他有沒有收錢 是不是蛇頭 這個不是 這個 這根據 到底 他們 為何要走爛 還有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嗯 澳洲 收不收 你說 剛才 10個有一個做壞事 你澳洲 本土出生的 10個都可能有一個做壞事 對 沒什麼分別的 只不過 你說 可能 他是恐怖分子 可能對社會有危害 其實 老實說 澳洲 上次那單所謂的恐怖襲擊 那條路根本跟ISIS是沒有 沒有 連棋都沒有 他是想偷光 但是偷不到 哈哈 不是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些事情 我有少少認識 其實 整個系統是怎樣運動呢 概括一點來說 這邊的特務機構 其實是看著究竟有些什麼人 是跟那些恐怖組織有聯繫 那所以如果一有聯繫的話 他們就會打擊這些人 那變了 變了就是說 那些所謂的 Long Wolf Attack 是很難解釋的 就是說 我完全跟ISIS沒有 沒有 我完全沒有去過中東的 我 是的 我是 Homegrown 的 然後我突然間 好像那條人 吃飯沒有事 我就去 拿斯槍劫 走進去 我完全跟ISIS沒有 你當然是解釋不了 是不是 但是 其實我們 政府 我對他們的處事手法 有點相確 但是我承認 那個情報機構 是做得挺好的 你所有人 跟ISIS有聯繫 其實他們都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 收這些難民 會不會增加了恐怖襲擊的風險 當然是會的 問題就是 這個風險 是不是 acceptable 是不是 manageable 你問我 我覺得 我也應該是 我否認 是會有這個風險 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 那個風險 是不是over-raised 是不是被人誇大了 是不是大家所想的 那麼重要 對這件事 都要看看 澳洲的人民 對澳洲政府 或者一些機構 有沒有信心 這件事 如果好像 剛才說 澳洲是要去接受 這個人道責任 這個很正常 但是 澳洲這個政府 可不可以 去get ready 或者給澳洲人有信心 他們是可以做好這個保安工作 或者是他們可以做好這個審查工作 他去確保 將這個危機 或者這個可能性 選到最低 那才可以 或者是去證明 給澳洲人 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 OK 我們是去接受這班難民 但是 我們都可以完全 可以保障到澳洲人 在這件事上面 是不會有這個 即是說 國家安全會受到威脅 這件事是可以做到 萬全虛備的 那就可以了 即是如果澳洲可以做到這個 政府可以做到這個 這樣的情況 我沒有那麼歡迎 但是 可能我對這個 Tony Ebert 這個政府 信心不大 沒有的 這些事沒有百分百的 只不過 很老實講 你問我 我覺得很實際的角度去看 那你說 這件事 就一定是國際社會 一人收支解決了 還有肯定是 如果這樣搞下去 搞不定 你好像CAN3 那些東西 就是 我覺得聯合國 或者就算 以聯合國名義出兵 可能以 阿拉人 可能以聯邦 可能以美國為首 你以西方社會 我覺得怎樣都要 即是ISIS 你真的要搞定它 否則 沒月沒了 那這是第一點 你第二點就是 你收難民 那我承認你收難民 的確是會增加了 國家安全的風險 澳洲來說 我們是有本錢 收少一點的 你覺得一萬 一萬危險 你就收幾千 像精色州做那樣 老實講 這壹事一定是歐洲 一定是歐洲背的 大哥 你不能不背 因為你不背 那些男人都那麼漂亮 但我們澳洲那麼遠 其實那些人批評德國 是有點無聊的 根本它擋不了 除非你開張肥 那你怎樣 其實我覺得德國 是有點耍話頭的 因為德國說 我們無限量接收 你那麼遠 你去西方 你東歐那些已經收不少了 你想想 你要去到德國 你說你收 其他國家可能說不收 還有一陣子 一陣子 用到你德國那裡 都已經不夠了 除非你開張肥 我覺得澳洲是有本錢 說我收少一點 我不是那麼OK 我都沒有問題 這些東西 真的不合格 全世界每個國家 應該收一些 其實我覺得應該做個 survey 讓他們選擇 世界上10個國家 或者20個國家 你想去哪個 我想知道中國的 rating有多高 其實我覺得我們偉大社會主義 他們應該收一些 因為我們 因為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的 你明白嗎 我們中國有不少 穆斯林在新疆那邊 不是啊 那因為 你想想西方社會 還加到新疆 新疆 薑毒的本錢 不是 那你 那不是 香港都應該收 那些普世價值派 陳建文那些 應該大力推送 對呀 我覺得大陸應該要收 因為 馬克思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 國際主義 我們又不是西方大國主義 對吧 人民資本主義 我們是 全世界 現在還掛在天安門 故宮外面 全世界勞動人民 聯集起來 那說一說 其實 為什麼 說回那些 右派 特別是澳洲 就是 其實穆斯林這件事 是要很 敏感地去處理 很難說什麼 敏感 因為敏感就是 你要經常敏感 為什麼要這麼敏感地去處理 就是你不想有現在的情況出現在澳洲 你不會想跟印尼是一個敵對的關係 坦白說 你不想有一千萬人湧過來澳洲 是很笨的 你說這些話 而且他們真的不是 坦白說 我不是很明白 其實你為什麼這麼敏感 你要這件事 就是因為你旁邊的國家 是一個二億人的穆斯林國家 坐船就過來 就是澳洲有些人很教的 他們覺得穆斯林是魔鬼 那他們是魔鬼給你看 就是這樣 你不想跟印尼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強調應該是 sensitive 是看待的 你說Tone Abbott會不會 這個政府會不會 那他都遠了 他上了台之後 還有我還想說 其實你那個人道精神 不只是大 不是說左交大愛那麼簡單 在西方文化裡面是很核心的 這件事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的 你是不可以放棄的 放棄了你就沒有其他東西 還有 假設你是一個移民去澳洲 其實你也是貪他這樣而已 要不然你無謂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聽了陶傑那些論點 都很久了 我想指出一件事就是 他的論點 一般來說就是 譬如說 我希望有一個強人 什麼歐巴馬 都很軟弱 有些類似 以前東西方難戰 那種 要有一個 戴翠爾夫人 那種政治領袖 就好了 我想說 最錯的是什麼呢 他們總說法 和思想就是 其實現在的世界 是遠比複雜的 是不會有什麼強人 可以控制到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 只會走向越來越複雜 所以因為 你各用通訊 科技的發展 造成的 所以其實 將來的世界 是大家要處理的 是複雜的世界 而不是一個簡單之心 我們經常想著 我們要保留著 保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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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不是你想保護 就能保護得到的 其實 大家都聽到 我們其實 南風槍都做了 七十多集 其實我們都在訪問澳洲 所以香港人 如果你不想做信民 又不想做報名 就移民 我們澳洲 無限的歡迎 總之有錢就可以了 今集說到這裏 我們下個禮拜再和大家見面 好 拜拜